槍擊案的兇手目前仍在逃 警方已經掌握特定對象 持續追查 內政部長徐國勇 也派警政署長到草屯來作證指揮 要求將嫌犯禁訴棄補歸案 受傷的知名生計公司董事長賴閩南 由於快篩陽性 正在負壓隔離病房救治當中 證實沒有生命危險 在養生保健界剖腹盛名 2017年知名生計公司董事長賴閩南 拿著示眾成功的雲芝 接受媒體採訪 露出笑容 在孤寮裡侃侃而談 賴閩南在自家公司遭到歹徒闖入槍殺 目前仍在急救 這起造成四死一傷的重大槍擊案 內政部長徐國勇透過臉書表示 得知消息後 第一時間立即指示警政署 務必全力調查 將歹徒棄拿歸案 並派警政署長黃明舟立即前往 仙犯熟悉公司的營運時間以及員工所在的地理位置 疑似長期觀察或是熟悉犯案 殘酷的作案手法讓人想起發生在一九九六年的前桃園縣長劉邦有血案 槍擊奪走了八條人命 凶手至今逍遙法外 此案是繼劉邦有血案之後 死亡人數最多的槍擊事件 南投縣長林明珍也指示警方儘快將凶手繩之以法 是利益分配不均 職場衝突 還是感情糾紛埋下殺機 警方目前已經掌握特定人士持續追查 而賴閩南由於送醫之後快篩呈現陽性 因此目前在敷壓隔離病房就職中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朱峰竹齊昌 綜合報導